哈喽小伙伴们我是明星 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林玉芬担任总导演 任嘉伦宋祖儿领衔主演的 惊悚至怪爱情类电视剧《无忧度》 该剧根据半名犯妹的小说《半夏》改编 讲述了神秘的捉妖师宣夜遇上少女半夏 二人与人妖共存的世界 共立齐情悬案的浪漫爱情故事 首先明星看到这两人合作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什么CP感的问题 明星觉得害怕 这两人应该都属于不虐的戏不接的类型 这部剧还不是一般的古偶 还有些惊悚在里面 真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任嘉伦饰演捉妖师宣夜 上古玄暴一族的血脉 原本潇洒自信 但是由于家族变故 让他变得沉默寡言 四处游走捉妖救人 这部剧任嘉伦整体服装造型 也与以往有很大区别 更加有江湖气息随意洒脱 不像之前的战神将军那种 正气贵公子的大腕了 明星反而对这个新人物更加期待 宋佐尔饰演半夏 有一双奇怪的眼睛 经常能看到那些子虚无有的怪物影子 拥有了看见妖的能力 这两人还有些渊源 在多年前小半夏救了宣夜 宣夜呛出口的一滴无忧水 溅入了半夏的眼睛 自此半夏拥有了看见妖的能力 和宣夜一起共同捉妖 患难与故 任嘉伦之前合作的女主 年龄相差都不算太多 她八九年出生 而宋佐尔九八年出生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任嘉伦合作的女星 年龄相差比较多的一位了 而且宋佐尔的演技一直很好 特别是哭戏 很容易让人共情 但是这条评论似乎也适合任嘉伦 所以两人合作 是否有CP感的问题啊 真的还是要各方面都很契合 而且宋佐尔属于 私下活泼画多的类型 然后书戏 任嘉伦的小伙伴都知道 其实她拍戏间隙 也是属于画多活泼的类型 这两人的滑絮估计又是一大看脸了 说完主演 咱们说说制作团队 导演林玉芬 这个导演怎么评价呢 上代表作吧 步步惊心 花千古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陈希元等等 步步都是口碑收拾的爆款吧 所以咱们今天这部剧呢 两位优秀的演员 一部豆瓣评分8.0的小说原著 加上一个优秀的制作班底 还有不落俗套的捉腰单元剧情 这不就是爆款剧的皮像了 聊到这儿肯定有小伙伴要问 啥时候上线啊 明年吧 这剧才刚杀青 咱们今天先安利到这儿了 下期见了 拜拜